大家好 我是陳昌平醫師 那我們今天來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說很多人得到癌症 非常幸運在他是第一期 所以開完刀之後就把他全部拿掉了 那這樣的話他們就能夠恢復正常的日子 可是第一期的癌症會不會復活 這次主要就看幾個狀況 第一個是他癌症的種類 第二就是自己身體的狀況 這兩個來決定他會不會復活 那最常復活的就是肝癌 肝癌的病人通常在兩年之內 他有一半的會復活 也就是肝癌會再長出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醫生都會定期的來追蹤他們 如果一長出來就馬上把他疙待了 那我有一個病人他就33歲 已經復活兩次了 還好每一次都是0.5公分 0.8公分就把他拿掉了 可是這也造成病人心裡很大的壓力 那今天我們來探討有沒有什麼方式 能夠來預防復活 那我們找到了一個好東西 這個好東西就叫做GCMF 叫做即食細胞活化因子 那他的顧名思義 就是說他是一個蛋白質 蛋白質吃進去以後 跟維他命D結合在一起 然後去啟動我們全身的即食細胞 發動 那當即食細胞一活化之後 他就會恢復他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是會針對少量的癌細胞把它吃掉 吃掉以後就能避免這些癌症病人的復活 那他即食細胞會吃這個癌細胞 是他一個正常的功能 所以這已經是被證明是有效的方式 還有更好玩的是 當癌細胞擴散出去 的時候他需要新生血管 即食細胞有抑制新生血管的能力 就會把他的新生血管堵住 剪斷 這樣癌細胞就得不到養分 得不到養分以後 他就沒有辦法來活下去 所以利用這個機轉 就能夠來讓這些第一期的癌症病人 在開完刀之後 他們就得到複化的機會就大大的減少 那也許大家是想說 那這個即食細胞研究多久了 事實上他在三十年前的時候 日本就開始研究了 得到大學 他們也發表了很多的論文 他們當時是針對第四期的癌症病人 大家已經都放棄了 然後給他們使用這個第一代的 即食細胞 當時是用液態的打的 結果效果很不錯 第一個乳癌的病例已經都是第四期的轉移 既然就活了 然後接著他們去做前列腺癌 那前列腺癌是一個很平常的疾病 那並且也很多第四期的 也自得到一半以上的改善 然後最後他們在英國也做了很大的研究 也發現說對於癌症非常有效 那目前我們拿到的是德國所研發出來的 那它是利用高度的花效 把出乳的乳清蛋白 把它轉化成一個維他命D的結合蛋白 然後吃進去之後 它就會來啟動前身的即食細胞 所以如果前身有花鹽或有癌細胞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吃掉 吃掉了以後就癌細胞就消失了 這樣子就能夠避免第一期癌症病人的腐化 謝謝